首先我们觉得众筹的特点是要有大众参与 这里面的众我们觉得应该是大众 有更大的一个群体 更广泛的群体 如果说是一个小众群体的话 它就不能够完全地解释众筹这样的一个理念 第二个我们觉得筹 从政府的引导来讲的话 筹就是更多的是筹集资金 另外我们看到融资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在融人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 他不仅仅有资金 他还有智慧 他还有社会资源 创业过程中的项目的话 它实际上更需要的是一些外部资源的导路 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创业不像以前 以前可能是叫白手起家 但现在我们看到创业的门槛已经被互联网给打破了 有很多的一些创业想法 实际上别人要copy创业 或者说copy一个产品 实际上已经变得很容易 所以我们看到就更多的还是有这种合作的形态 众筹正好是一个把大家聚合到一起 然后共同来实现创业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众筹的核心还是人 然后我这里面有一个眼镜 人 从 从就是有更多的自同道合的人能够在一起 众 众就在人数上面可能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讲叫借众人之士 会众人之志 然后具众人之志 磨众人之士 实际上就更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通过一个众筹的项目 然后吸引一些真正自同道合的人 把大家的智慧贡献出来 把大家的资金归集到一起 2011年有众筹的概念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更多的是把众筹和梦想想结合 有很多人可能说在这个整个的创业过程当中 有一个好的创业想法 但是呢 可能身边缺少资源和资金 那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众筹的一些平台 把自己的梦想发出来 有很多人通过众筹的平台 了解到你的梦想 愿意支持你梦想的时候 那可能这个梦想就会变成现实 因为众筹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众筹的机制 就是说很多人也在争议这样的话题 到底我们众筹是要众筹陌生人 还是要众筹熟人 我觉得两个层面 应该是都有它的一个优势和劣势 当你说这个好的想法的时候 你跟身边的一些 可能说自亲 甚至一些身边的好朋友 同事 同学这样的人去交流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不会特别的在意 如果你把这样的想法 抛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 可能会有一些人跟你 之前没有任何的交集 但是通过这样的事情 他可能会主动的联系你 跟你进行沟通和交流 甚至有一些想法跟你是完全接近的 这个就是我们认为 叫众筹它是能够把真正支持你想法 然后跟你有共同的愿景的这样的一些能够聚好到一起 这个我觉得是众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魅力 然后现在也有人提出叫熟人的一个众筹 熟人的众筹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有一定的信任基础 它能够解决一个 可能说也是降低沟通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要素 众筹在早期的时候 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它在最早期 它需要一些硬性的投入 这种投入的话 有可能说这个项目 如果不能维持支持下去的时候 投入就是很难再回收 那我们觉得熟人众筹 它的优势可能是说降低了沟通成本 同时有一定的信用的基础 那陌生人众筹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 它是因为这个市 或者因为众筹项目的发起人 把大家聚好到一起 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说在针对项目的过程当中 然后逐步的去了解 相信未来的两三年之内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人 参与到众筹项目里面来 然后我在众筹领域提出一个 人人都是众筹家的一个概念 众筹家它不仅仅指的是 具备一定的专业度的 这样的一些众筹人士 它是指有一些众筹梦想 然后想了解众筹 或者已经参与一些众筹的项目 哪怕是众筹的小项目 它都可以成为众筹家 然后我们认为众筹这个里面 对于每一个参与众筹的人 它有几个层次的需求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参与感 打个比方说 我们参与到一个明星演唱会的 众筹项目里面来 以往的演唱会的方式是什么 是通过演艺的公司 通过经济公司邀请明星演唱会 然后通过卖票的方式 把这个演唱会给办起来 那现在众筹完全是有可能会通过 逆向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这个演唱会的资金 有可能包括票物 有可能是在没有开演唱会 甚至连演唱会的明星 都没有确定的时候 资金已经归集起来了 比如说我们众筹按照一个人 比如说五万 或者说三万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然后众筹几百个人 实际上比较容易的 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些大明星的演唱会的话 基本上少则几千人 大则上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是通过几百人去辐射几千人几万人 还是很容易的 所以在众筹的参与过程当中 它真正吸引的是什么 虽然就是把以前卖票的这种方式 它卖票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一些推广的费用 还需要一些中间的环节 我们把这种环节全部去掉 以这种最低的成本 然后回归到参与到众筹项目的人的时候 本身它就是一个各方受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互联网未来的一个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高效更便捷 比如说我们的支付 我们通过手机的购物方式 我们的生活方式 可能都发生了变化 以前叫打出租车 现在都是提倡叫专车 因为我们看到专车的话 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有自己的专车 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归属感 或者有容易感 让大家感觉到 我也能享受专车这样的一个待遇 让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来 然后我们看到众筹的实施路径 现在我们看到众筹在国内的发展 有很多的众筹平台呈现出来 有比如说众筹网 人人头 会代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是我们的产品回报的众筹 一个是我们的实体店铺的众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众筹平台实际上在运作了一两年时间里面 它产生的众筹的交易额是很小的 更甚者就是说有一些众筹平台 它可能说 它整个的众筹的金额还不足1000万 何况它众筹本身的盈利状况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众筹平台虽然不断的涌现 但是真正能够在众筹平台上通过服务能够有收益 甚至达到收支平衡 在国内还不太理想 另外我们看到现在的众筹 更多的倾向于有一些类似于京东这样的一些大的企业介入 甚至我们看到原来传统做证券的一些证券公司 也专门针对众筹提出要介入到众筹领域 甚至我们看到以前做信托的 还有我们以前传统做投资公司的 都会介入到平台里面 众筹在2015年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个叫过渡的一年 会有很多平台出来 也会有很多平台可能说会拿到一些投资 但是在2015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随着政策的一些出台 准路门槛上面可能会有一个提升 整个的私事路径 有的众筹成功的案例实际上是没有经过平台 而是通过一些社交的媒体来实现他的众筹的梦想 据我了解的 现在目前的绝大部分的一些众筹的案例 都是通过微信的朋友圈和微信的群来实现 甚至有一些做的比较成功的案例的时候 通过裂变式的传播 因为我们知道在微信里面 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些朋友在关注自己的微信 他把人众筹过来了以后 就是通过参与众筹的人帮他去传播的时候 那传播的不是一个信息 更多的是传播信任背后的一些内容 而且我们看到这种另一边的传播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众筹项目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所以我觉得本身这种众筹的过程当中 它钱只是把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众筹方式聚合到一起 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后我们觉得众筹里面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信息 我们众筹的一个项目 它具有一个好的创意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具备一定的信用倍数 同时它能够达到就是让更多人主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众筹跟非法集资的话 它就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大众的主动参与 第二个就是说通过诱导性的这种高额回报的方式 吸引大众参与 主动参与和吸引参与 它可能在这个字面上来说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能力 就是说众筹的发起人 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或者说他在众筹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影响哪一个群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关键 最后我觉得就是说信任的成本 这样信任最终要解决的就是说沟通的问题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唯一一个众筹项目去做背书的时候 他就降低了沟通的成本 打个比方说在投资界 徐晓平或者说是男朋友 这样的一些投资界的大佬 去投一些项目的时候 那基本上这个项目的话 一般人如果不是第一时间 关注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可能连投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是信任背书 起到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另外就是说我们很多人 关注到众筹项目 我怎么去策划一个众筹项目 然后怎么去完善我的众筹项目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众筹项目 它需要策划的 那现在好就好在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无论是众筹的平台 还是众筹相关的书籍 特别是我们一些网站 它已经制定了一些 比如说众筹项目发布的一些规则 甚至有一些好的众筹项目 我觉得完全可以拍一个 生动的介绍的视频 对于项目进行参数 比如说有一些公司 它可能是阶段性的 已经发展到几年了以后 它需要众筹 需要资金来众筹 甚至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些大的公司 都在关注股权众筹 在项目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些有实力的一些公司 完全可以去全方位的去 推动这个众筹项目 不仅仅是在平台上发布 它有可能会组织一个 众筹的项目团队 用团队的形式去推动 这样的一个发展 而且现在我们觉得 就是说众筹有更多的展现的平台 一个是线上的平台 一个是线下的平台 线上我们可以通过网站 线下可以通过大型的项目路远 通过大型的论坛 然后就是项目发起来以后 一定要有这个营销的一个过程 然后营销的过程里面 它有几个角色 就是说第一 就是这个营销 它通过发起人的一个社会资源 调动自己的身边的社会资源 然后来去传播这样的一个项目 另外就是说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项目的一个平台 众筹的平台去发布这样的行业 然后另外还要配合一些媒体传播 然后配合一些线下的活动 是不是组织相应的众筹项目的一个 比如说录演会 这样的形式 让更多对这个项目有意向的 这样的投资人 能够面对面的去了解这样的项目 特别是有一些有品牌故事 或者说创始人有很好的一个地位的 这样的一些人 在众筹这一块是有天然的优势 然后我觉得任何一个众筹项目的话 它必须要在发起人这一块 它必须要积极主动的去 传播这样的众筹想法 在众筹整个过程当中 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演进的 它不是说 我今天发布了一个想法了以后 就很快就能达成众筹的意愿 它还是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话 就要求发起人 能够把自己 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 积累的一些品牌效应 还有我们的一些社交圈 充分的调动起来 这样的话 才能够更好地助推我们的众筹项目 能更多人参与进来 最后我觉得就是众筹的逻辑思维 有一个自媒体叫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实际上 它也做了一个叫众筹 它众筹的是会员 它这个会员有一定的基础 有几百万的阅读量 完了以后 在阅读量的基础上 它是众筹的会员 所以我觉得众筹的逻辑思维 更多的是要聚焦到某一个时间点上 然后去发布它的众筹项目 然后就是降低沟通成本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强调 就降低沟通成本 这样就是很多的信用背书 也是为了降低沟通成本 所以我觉得 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你只要一直在坚持 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最后一定会有一个 很好的结果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永远相信 就是吸引力法则 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正能量的时候 你一定会吸引到正能量的人 一起参与进来 以前的工业 可能说老百姓是很难参与到 这种工业发展的进程当中去 未来会不会说 家乡的一些基础设施 会不会有一些老百姓 能够参与进去 真的我们看到 现在国家的国企央企的改革 让更多的民营企业 或者说有这种资金实力的 这样的一些人参与进来 我们看到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 金融通过互联网 让老百姓能够了解到金融 甚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金融里面 以前我们想 老百姓的储蓄存款 只能存到银行 以前老百姓也不可想象说 银行还会倒闭 有的人以为买个基金 就可以保本赚钱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基金 也出现了大面积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众筹在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 也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会员卡就是早期的这种众筹 这种思路 但是我们看到 也有在办会员的过程当中 可能使用力不是太高 特别是在健身美容领域里面 有的人办了一张建成卡 可能他的使用频率就不是太高 虽然每个人参与的资金很小 但是规矩起来的资金的话 实际上也是不小的一个数额 所以在整个众筹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存在一定的风险 这个风险的话 会不会因为大众的参与资金额小了以后 没人去监管 但是我们看到 在众筹的发展进程当中 会有越来越多的众筹案例呈现出来 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 参与了一个众筹书籍的案例 这本书通过我们的这种社交媒体 传播了以后 得到了很多人认可 这本书在没有完全出版 甚至连书稿还没有写完的情况下 它就众筹了4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 这个我相信在原来传统的出版业 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不是现在众筹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以前一本书能够销售 三万册五万册 就可能会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 那现在这样的一本书 可能在没有出版的条件下 已经销售了十万册 这个数量还在不停地攀升 所以我们看到众筹确实改变了 很多的一个行业 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一些事物的基本的看法 在整个金融的生态链过程当中 众筹实际上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看到国家层面的 像央行的互联网金融研究所的所长 提出了众筹 特别是股权众筹 新武板的概念 我们知道近期的新材板非常热 把众筹定为新武板 实际上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时候 众筹应该是属于最基础层面的 就是在最底层能够帮助到创业者 众筹成功了以后 实际上就是可以进入到 比如说定义众筹是500的时候 可以往400 往300 甚至创业板去走 众筹应该是说一个初创企业 进入到资本市场的一个最基础的层面 这样的话 资本市场它是有这种非上市公司 能够通过它的一些众筹想法来实现融资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就迎合了 刚刚讲到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核心的理念 实际上众筹在助力众创空间的落实 也是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且很多的众创空间 实际上在最早期的时候 都是以这种几个合伙的 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 众创空间的建设过程当中 实际上现在政府也会制定一些 补提性的政策 然后也会在众创空间这样的一些 孵化平台上会呈现更多的 有创意有想法的一些项目 甚至我们看到一些 区域性的股权交易中心 也会关注到 当它的股权中心挂牌的企业 它有这种资本需求的时候 实际上刚开始出创公司的时候 资金需求可能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投资机构是可能觉得资金太小 投资机构不足以去投它的时候 它完全可以通过股权通投的形式 向更多的平台或者社交媒体去展示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帮助企业融资 提升企业的一个资金周转率 然后帮助企业能够更好地验证商业模式 在互联网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几大巨头对众筹这个行业的一些相关的动作 百度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 对众筹的关注是以这种资讯频道的形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百度众筹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 但我们看到百度的众筹的平台一直是迟迟没有跟大家见面 但是我们看到百度的一些高管在一些论坛会议上 最早切录的点是对于影视类的众筹 和一些创新科技类的产品众筹比较关注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我们知道在这个互联网金融这个领域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布局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阿里巴巴 后来由整个的互联网金融的一些产品 组成了一个叫蚂蚁金服的这样一个集团公司 阿里巴巴推出的鱼额宝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最早的支付宝 都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产品 阿里巴巴同时跟农业科技有了一个结合 推出了一个叫农业众筹的这样的概念 老百姓通过这个众筹的这种参与方式 然后可以支持到农业电池商务的一个发展 推出了一个这个耕地宝的产品 也是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很多的用户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众筹项目当中来 因为我们看到淘宝众筹 实际上在原来的这个陶星院的基础上 也是注重一些产品类的众筹 最早我们看到淘宝在整个众筹这一块 还是有一些纠结的 然后我们看到淘宝众筹的网站上 更多的也是一些食物类产品 还有一些具有创意的产品的众筹项目 主要以这种回报众筹为主 因为我们看到在众筹领域里面 还有一个叫公益的众筹 那腾讯呢 我们最早它有腾讯的乐捐的平台 那我们看到公益类的众筹 实际上在传统的线下 也是一直存在的 就是由一个公益的项目 然后有专业的这个公益组织来发起 这样的话呢 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条件下 社会各界的人士通过自己的这个 参与公益的方式 用不同的金额来支持公益的项目 这样的一个众筹方式呢 在国内的话 实际上在线下一直是存在的 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京东 金龙在互联网金龙这一块的表现 把众筹呢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布局 同时在2015年的时候 京东确实也把众筹提升了一个高度 也是我们几个大的互联网的巨头公司 最早涉足股权众筹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在今年的3月31号 京东打出了一个做东 成为东家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 然后呢也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同时也当然受到了一些 业内人士的一些不同的观点 我们看到呢 这个京东能够在众筹平台 特别是股权众筹这个领域 率先的推出来 从而也影响了我们的一些 其他公司的战略布局 所以呢众筹在整个大的 发展趋势过程当中 特别是股权众筹 还是指导我们深入的去关注 那我们看到这个京东 京东那最早在推出众筹业务的时候呢 是2014年的7月1号 主打的是智能产品 和一些创业类的一些产品的回报众筹 那在这个里面呢 京东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叫 臭粪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众筹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是很多人 特别是回报众筹 很多人是还是容易接受的 另外我们看到呢 最早的一个京东众筹的平台 推出的是 小时代三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票的众筹 像这种回报性的众筹的话 基本上对小时代这部影片感兴趣的人 他实际上是非常愿意参与到 这样的一个众筹项目里面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你花不同金额的这种费用 可以购买到不同的门票 所以这种回报的众筹呢 是解决了一个相互之间的沟通成本 所以很多人热议参与这样的众筹项目 那我们看到这个京东的最早的众筹业务呢 它把众筹分为两块 第一个是以商品为投资对象的这样的一个众筹 它称之为商品众筹 然后第二个呢 是以股权投资为对象的这样的一个众筹 它是称为股权的众筹 然后我们也看到 京东在整个众筹的这一块的一个布局 它是由上而下 整个从这个京东集团的CEO刘强东 明确的表态 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牌照 和相关的资质都是非常有兴趣 而且我们看到在今年的3月31号 京东古权众筹平台上线发布会的时候 那刘强东呢 也是到了现场 然后对众筹平台 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拿起来的 每个频道g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